现在咱们拍一个完整的调光视频 首先机器打开通上水 打开激光点源开关 然后你可以站在机器后面 也可以站在机器前面 给弄好双面胶 这种双面胶单层的 还是双两层 别三层两层都可以 然后粘在它的第一反正 这是第二反正 粘在这个第二反正 然后咱们为了拍清楚一下 我站在后面给大家拍 现在咱们把它粘在第一反正 然后看一下测时间就是点射 然后把它拉到最后面 然后再给你点射 好它现在是第二个点 偏到右下去了 咱们把它调上 怎么把它往上调呢 下面这个 它这有三个 有丝 下面这个往里顶一点 往里顶 往里顶一点 它很难免就会抬高 这个稍微松一点 小心 然后咱们再跟一下点射 好 然后现在是看不清了 看不清再粘一下 重新粘一下 再点一下 好 现在呢稍微有一点靠下一点点 咱们再让它往上来一点 最下面这个呢 是调上下的 这个是调就是左右偏 就是那边的左右偏 这个呢是调它的对角 对角偏的啊 好 是现在咱们稍微再紧一点点 让它上来 好 然后呢 咱们再贴一下 看它通不通过 好 现在是完全通过了 现在是完全通过了 好 咱们进行第三番茎的调试 好 现在呢咱把这个横梁啊 调的时候放到 好 它们两个外轴的中间位 然后同样呢 双面胶 双两层 双两层啊 我这双两层 也可以双三层 走到最左边 按一下 点设 测试键 好 再走到最右边 按一下测试键 好 看到了吗 现在它是往右上偏 现在咱们是往右上偏 咱们把它调整一下 往右上偏 咱们这个它又靠上还靠右 咱们稍微往下紧一点 这个往里紧一点 好 然后再弄点声 好 咱们再重新粘一下 重新测试一下 好 稍微再往里去一点点 一样的 这个是管摊的上下 里面这个是管摊的左右偏 这个是它斜角 再给你看测试这个 好 现在是完全重合了 可以看一下 一定要让它完全重合 咱们可以重新测试一下 看它是不是重合的 稍微还有点高那么一点点 高一点 咱们这个再往下拧一点 上面这个螺丝再往里紧一点 它是一个镜面反射的原理 你这边往里顶 它这个镜面就会往这边冲鞋 冲鞋呢 这边光呢 这边的光 就会往下面的 好 有点过了 松一点还得 好了 现在可以了 可以了吗 能打到它的中间位置 而且是重合的 左右必须重合 好 这样调完以后 然后咱们再调它们垂直度 垂直度是什么 就是这个激光 是垂直 从这个反径垂直 从下面的激光水出光口的部分 上到下面去 这个调的时候一定要插上气泵 调垂直 咱们就用一层上面就可以了 把它粘到它下面 这样去粘 要粘点 好了吧 然后回一下点射测试去 好 咱们看它打出来的底 有点偏浅了 咱们让它往这来一点 往这来呢 调光是一样的 稍微紧一点 这个螺丝 稍微紧一点 好 咱们再看一下点射 好 可以看一下 它打出来呢 是接近圆 最好在这个印记的中间位置 你打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印记周围 在它的印记的中间位置 而且是圆的 那是最好的 看下 这就差不多了 让它是圆的 而且在印记的中间位置 必须知道反射原理 经过这个进去以后 是直射 直射 从下面激光子出光 这个小孔里面直射出来的 就OK了 就做光了 已经跳好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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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